张荣发一生从海运起家 在短短17年之间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货柜船公司 也是目前全球第四大 张荣发对台湾的经济跟观光都有重大贡献 从海运起家的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1968年借由一艘15年船林的杂货船长信伦 为集团垫下发展基础 并在1985年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货柜船公司 从此成为全球航运界的领导品牌 他的船都会到世界各地去 所以我觉得他对台湾的这一种企业家 他也是代表台湾企业家的精神 长荣海空航线遍布全球 张荣发的投资版图跟政经影响力 也延伸到世界各国 其中最举足轻重的国家就是巴拿马 长荣海运是少数很早就将全遗传 涉及在巴拿马的企业 其实张荣发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五名子女 原本张荣发已经规划好接班布局 由三儿子张国正接掌长荣海运 最小儿子张国伟执掌长荣航空事业 不过最后只有张国伟在集团担任要职 而2015年全球航空评比 长荣航空还夺下第九名 最佳机舱清洁第一名 以及机场服务全球第二名 把长荣航空做得有声有色 张荣发一生从海运起家 短短17年间建立世界最大的货柜船公司 目前为世界上第四大的货柜船运企业 尤其版图横跨海运空运航太等等 也连带带动台湾的零组建产业的提升 对台湾的经济跟观光都有重大贡献 记者赖水平蒋龙翔台湾报道